从柔道之父加纳至武郎创立,到三船九藏将柔道技术的精烈化,到后来的柔道进奥运,正式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。 到前田光是把柔道带到了巴西,后来巴西又有了巴西柔术,也就是今天风靡世界的格斗术,巴柔,巴西格雷西家族那曾经打遍世界无敌手的荣耀,也写在了柔术的光荣榜上。 普京这位伟大总统,也是个黑代,美国,欧洲那些道馆,中日友好道馆等等,彰显了这个运动的影响力。 这就是一个运动,所带来了文化传播,柔道,背腹头,大外溢,奢身计,异本的精神元素,和传统的日本武士文化如此的贴合,一击必杀的追求,和洁白的道福。 这就是浓浓的武士之风,顺便提一下,我本人也是柔道爱好者。 这就是浓浓的武士文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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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浓浓的武士文化。 这就是浓浓的武士文化。 这就是浓浓的武士文化。 这就是浓浓的武士文化。